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熊猫君 在上一个视频 咱们不是用保鲜膜 造了一个房子吗 传门大家的关照 反映下还不错 然后有位朋友 就在评论区给我留言了 他说你应该用保鲜膜 把自己也给缠上 那当时我一时兴起 我就说你这条评论 如果点赞超过5000我就干 结果到目前为止呢 我看了一下 这条评论的点赞 的确是超过5000了 但我视频的点赞 才3000多啊 看来大家的意愿 是很强烈的 所以呢 我也要说到做到对吧 所以呢 安排 新的保鲜膜 我已经下单了 等到会之后 我就会第一时间 给大家献上熊猫君的 木乃伊出体验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是我们的拼多多 神奇商品开箱体验系列 这个系列我们之前开箱过 号称能往39万公里的 军用望眼镜 还有号称能 照9万米的超强手电筒 还有一些比如说 比502胶水 强80万倍的超强胶水 都是这些卖家宣传的 非常厉害的东西 那么今天这个就更厉害了 这是一个号称能望 200万光年的天文望眼镜 我的天哪 这里面东西还不少 瓶件非常多 而且还需要自己拼装 那么这个就是 天文望眼镜的主体 咱们也不是专业人士 这看着还挺高级的 每次遇到这种 需要很多零件安装的时候 我都非常的害怕 因为对于手餐档来说 安装这种东西 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 但是对于屏幕前的你们来说 只需要 一秒钟 好的 咱们的这个天文望眼镜 已经组装好了 我感觉首先 它这个外观真的是很好看 就算我们不用它来看星星 看月亮 看小姐姐 我们仅仅把它当成一个摆件 当成一个供应品来看 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去实测一下 它究竟能不能够像卖家宣传的那样 可以望200万光年 但是怎么测呢 问一下卖家 我问了卖家 这款望眼镜真的可以望200万光年吗 卖家告诉我是真的 因为它可以看到仙女座星云 然后我立马摆读了一下 仙女座星云 距离地球大概250万光年 那还真的是那么一回事 不过紧接着我又看到这样一句话 仙女座是我们用肉眼看到的最远的天体 肉眼看到的最远的天体 我真是佩服的 五体投地 这位拼头的商家太厉害了 虽然我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但是实际上它又没骗我 肉眼看到的看见的东西 望远镜可能也能看见了 不过既然咱们已经把它买回来了 而且辛辛苦苦地安装好了 还是要试一下它具体的使用效果 究竟如何 现在正好是午夜时分 咱们天台上见 因为我是一个初学者 对于这种天文望远镜 我有很多操作还不太明白 所以咱们首先来看一个比较简单的 咱们看一个最简单的月亮 先用上面的瞄准镜瞄准月亮 然后再用这个目镜观察 通过这个目镜 我们可以看到月亮的详细图 我们现在来瞄准 月亮呢 今天是个阴天 天空中一个星星也没有 月亮也没出来 那我们怎么办 由于天气的原因 天体我们肯定是观测不到的 那么我们只能用这个天文望远镜 来观测一些别的东西 比如说窗户下的 天文望远镜它需要近光才能看到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一些比较亮的东西来看 比如说你看 现在这有很多亮光的地方 我们就选 这个 我们看这个楼顶的红色灯光 我们先用上面的瞄准镜来瞄准楼顶上的红灯 好 瞄准了 把镜筒固定住 现在从墓镜里面看一下 可以哦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录一下墓镜里面的画面 我们用肉眼的话只能看到一个很小的红点 但是通过这个望远镜 我们可以看到灯的大概形状 以及这个尖顶上面一些建筑的细节 都看得非常清楚 而且现在是晚上 我相信在白天应该效果会更好 虽然卖家仗着我没有人画戏弄了我一下 但是他卖的产品还不错 我感觉对我以后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给他个好评 从此在这个小区多了一位天文学爱好者 他每晚孜孜不倦地借助着天文望远镜 仰望星空 夜空深处那些未知的画面充满诱惑 令他万分期待 他焦急地寻找着 他贪婪地享受着 在每当有新发现的时候 他都开心地 像个200斤的孩子